Hello 大家好 欢迎来到鱼根笔记 记录生活分享喜悦 今天的视频 我想跟大家快速的分享一下 春季莴笋苗的高效育苗办法 那么莴笋是我们华文餐桌上 广受欢迎的一道食材 美味可口 莴笋英文单词的名字叫Celtus 它是由芹菜Celary 加上生菜 Lattice两个单词组合出来的名字 而莴笋的种子恰恰具备了芹菜Celary 本身门发的一些客观的要求 那么主要的要求有两点 就像我这边的今年 我新育的芹菜苗一样 它需要健光 同时需要充分的保湿 在这样的环境条件下 莴笋的种子能够确保顺利的发芽 那么如果大家没有看过之前怎么育芹菜苗的 大家可以点击右上方去看一下 相比于芹菜的育苗 莴笋苗呢 有一点不一样的地方 因为莴笋的这个根茎的生长 是我们将来收获强壮的 美味的莴笋的一个重要的环节 那么就相比于芹菜而言 我们要尽可能的当这个莴笋苗 移栽下地 它具有一个完整的 没有受到任何损伤的根系的苗 所以呢 在用类似于芹菜的方法 育苗的过程之后 当小苗门发 我们免不了需要第一时间 做很好的肩苗的工作 确保单株的这个莴笋苗 有足够的空间去生长 那么这个肩苗 就必须第一时间去处理 那么你可以 如果你小家庭种植 那么需要的这个科数不多 你可以用类似我这边的状况 这是我育的这个羽衣甘蓝的苗 那么同样的 你可以用芹菜苗育苗的方法 去育 表层保湿 见光 当它门发以后 第一时间 在它们长出这些小的真叶之前 就第一时间 我们可以用镊子 去拔掉这个距离不合适的 相对弱的苗 那么弱苗通常就是指 夜半受损 跟进比较细长的那些苗 留下那些夜半肥厚 跟进比较矮粗的那种小苗 那么这是一个简单的处理的办法 那么另外一种为了确保我们后续能够能稳定的获得健康的单株的苗 那么我推荐了一个办法 那么我们可以稍微反锁一点 用经典的狮子经法 当这些获笋苗露白以后 有目的的去移栽到一些诸如血盘 这些小型的育苗盘当中 那么有规律的分布 确保它能够独立的在固定的区域内生长 四季精育苗的方法很简单 就是将这些获笋的种子 就是我们厨房的这种温水下面 三五十度的水温 那么就是去泡它 那么用这些厨房纸巾浸润湿透以后 然后捏掉残余的水 保证足够的湿度以后 用小勺子把这些湿湿的种子 平均分摊在这上面 那么因为它可以见光发芽的 所以你不用特意的藏在阴暗的角落 在北美的湿纹 差不多就是在二十度附近 这样的话一到两天 基本上这些获笋的种子都露白了 那么露白以后 再去移栽到你所希望的独立 可以不用去间描分描的容器当中 那么你之后的管理就变得非常的轻松 这是我比较推荐的一个 更高效和管理的一个育苗的方式 那么描期要注意的两点 一个是小苗刚出土的两三天 你必须要有一个很好的光源 的持续的光照的支持 当然如果你有外面的户外的greenhouse 你有那种遮阳的暖盆 外面有太阳的直射 能够很好的支持也可以 那么通常我们觉得一个室内的灯源系统 那么基本上刚出土 保证在十公分左右的高度 比较强的光照的覆盖 两三天以后随着它的增长 真叶的路头 你可以把这个光照的高度提升到 二十到三十公分的这样的一个距离 当出两片真叶以后 因为育苗土的管理当中 通常我是不加任何肥力的 那么你之后就可以用弱业肥托盘底盘浇水的方式 使得这个小苗的根能够有一些蛋磷甲肥的支持 通常是七到十天你可以做一个这样的一个管理 那么小苗就可以很健康的生长到 你可以移载到地理的情况 那么等外部的这个气温稳定 在晚上的温度在五度以上 白天十几到二十度的区间 就是一个莴笋 很容易去生长的一个环境和条件 那么今天关于简单的 怎么高效的与莴笋苗的一个介绍就到这里 如果您喜欢这样的分享 那么请您给我的视频点个赞 如果您还没有订阅本频道 那么请点击订阅 打开小铃铛 一张第一时间收到我有关家庭菜园种植的 各种知识技巧经验的分享 那么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 谢谢大家 我们下期再见 by bwd6